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光影物動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關於繪畫方面 主題是東正教聖像畫 A Chronography of Eastern Orthodox 第一集我們講到聖像畫在東正教傳統中 扮演一個什麼地位 本集內容分為引言、聖像畫起源 聖像神學和美學特性 當然是指聖像畫 接著我們先看看引言 剛才你看到的英文 有一個Icon的字有關 我想今天很多人經常聽過Icon這個字 原來Icon翻出來就叫做圖示 即是用一個圖去表達 即是表示一件事 這個詞和形容詞都是以圖示的意思 但只是說如果放在東正教的畫中 那個Icon就是指聖像 而當代讀者對Icon這個字 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它其實是用來表示流行文化裡的圖示 原來這個意思也有明星的意思 又或者我們在螢光幕上找到圖示之類的東西 雖然東正教的聖像含義和基督教藝術和神學 這個概念的使用方式是不同的 但它與聖像或標誌性或圖示 這個詞的古代古老內涵並不是完全相同 無論是在基督教或流行文化的背景下 偶像也意味著觀眾和圖像或視覺媒介 以及媒介或圖像傳達的資訊之間的一些特定關係 所以譬如如這裡我們看到 現在香港很盛行的MIRROR和ERROR 他們其實都是一個Icon來的 但在某程度 大家很多時候追捧他 我們都稱為偶像 而以下我們主要探討的 其實就是東正教 東正教基督徒對圖像或聖像的理解 以及在東正教和神學背景之下 那種功能是什麼 基於這樣 下面的內容就會解釋 傳統東正教聖像學的美學元素 而這些元素和東正教 基督教和西歐宗教和藝術傳統之間 互相交流和互相影響 包括他的神學和視覺的複雜網絡有關 接下來你會看到 東正教最傳統的時期 慢慢受到很多後來的藝術學派的影響 互相滲透時有很大的轉變 看一看你會發覺 原來這些畫原來都是受到這些聖像畫所影響 真是想不到 其實就是因為它慢慢流傳 流變而產生的影響 好了 我們看看聖像畫的起源 聖像畫的起源 我們看看聖像 聖像這個希臘文主要是指形象 肖像 表現 或是描繪 但是這些聖像的概念 在基督教傳統中 不單是用來描述任何圖像 或是表現 而且更具體地說明 就是用在描繪 基督 或是東正教他們會用聖母 或是聖人 或是神聖的歷史事件等等 無論是雕塑或是木頭 或是牆上的繪畫 也會用在這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東正教教堂的當代用法裡 這個詞通常是適用於剛才的描述之外 這些描述 這些描繪也被畫在木板上 單獨放置或作為聖像淨子 或是祭壇螢幕的一部分 即是祭壇有背景 用這些聖像群作為他們的背景 也不定 當然有時候也會單覆的聖像 而很多東正教的神學家 稱這些聖像是色彩中的神學 究竟每一個色彩是怎樣呢 我之後會有其他集數 會介紹一下我們怎樣欣賞這些聖像 他們的代表意含是怎樣 第三方面 他們都強調他們不單是教會內部 或是由教會使用的一種藝術形式 而聖像的意義在於他們能夠表達基督教的信仰 以及聖像化 聖像化就是洗腦上帝在歷史進程中已經存在 即使不是完全或完美地呈現 但他們透過聖像嘗試表達這件事 而由於這些原因 聖像的崇拜和基督徒傳統上 崇拜十字架或是聖經的方式相同 當然這個應該是指 崇拜十字架和聖經這些可能 是指到天主教 而聖經用文字表達基督教信仰 而聖像用視覺元素來表達 即是說聖經是用字去表達整個信仰和信息 他們只是不用字而是用聖像 這是他們東正教的想法 所以東正教神學不單是將聖像的概念 用在聖像的視覺表現 而且也用在任何媒體行動、物體甚至個人 而這些媒體行動、物體甚至個人 在這裡或現在 使用到現在看不見的禮物 都可以從中看到 其中他們引用的經文去支持 或支持他們的看法 就是羅馬書一章二十節 在那裡說 自從做天地以來 上帝的永能和神聖是明明可知的 雖然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了解、看見 叫人無可推諱 所以簡單來說 所有見到的東西都可以呈現上帝 所以他們就用聖像話 作為他們的媒體 從這個意義來說 如果一個人將基督教信仰 理解為所希望的事物的實質 或是未被看見的事物的證據 就是希伯來書十一章一節 所盼望之事有把握 對未見之事有確據 所以他們跟羅馬書的看法都一樣 就是他們的理解 就是聖像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物質化的信仰 在歷史進程中被賦予形狀和身體的信仰 這就是他們的理解 在基督教中使用視覺表現形式 都有著悠久的傳統 例如他們說到 在早期的基督教禮拜場所 和一些墓地或地下的墓穴 都描繪了教會傳統中最重要的禮儀、個性或聚事 而通常會使用生動符號 例如現在看到這個很明顯是一個石棺 即是看到他們覺得 其實早期人們也是有這樣做 不過他們現在用另一種的藝術表達形式去表達 在軍事坦丁大帝統治之下的基督教合法化之後 國家成為了教會的主要贊助人 這使得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唯一的合法信仰 在和迪奧多西一世統治之下 他們都准許基督教藝術很大的擴張 而基督教圖像就開始大規模地生產 裝飾一些新建大教堂的大牆 而在早期也沒有一致的基督教形象理論 而對於一個發達的聖像神學來說 人們就必須等到聖像破壞時期 即是說 再先進一些或者再進步一些的聖像神學 就是在一些虧損之下 之後人們就更加去確立這個神學 接下來我們看看聖像神學 這個東羅馬帝國的反傳統危機 是由第一位反傳統皇帝尼奧三世尼奧發起的 一系列的法令禁止使用圖像 導致一場很大的衝突 而這場衝突持續了一個多世紀 困擾著亞帝國 而在這期間 制定的聖像神學 將會成為後來的東正教傳統的規範 即是說 由一個反傳統禁止圖像的危機 而導致反而確立了聖像神學 而這些反偶像主義者 指責偶像崇拜者 即是他們看為偶像崇拜 所以才反對 反對他們進行偶像崇拜 而不虔誠和異端的創生 這些創生和傳統 他們覺得是背道而馳 所以從破壞聖像的角度來看 製作基督的圖像 其實是違反了舊約的禁令 就是禁止不可以製造任何的形象 或偶像 在天上或地上或下面的水裡 都不可以 這是張一及記20章4節 基於這個原因 禁止偶像雕刻 等等 這一點很容易被冬正教否定 主要偶像崇拜的神學家之一 就是一個大馬士革 一個叫做約翰的人 John of Damascus 他使用相同的來源 去表明論點 如果這條界明 即是不可製作任何形象 在性質上是絕對的話 這樣上帝是否自相矛盾呢 他說 因為上帝在昭埃及的25章 命令摩西 為聖約 即是約櫃 做了兩個基路牌 這表明禁令不是絕對 而是相對於上下物 而且適合特定地點和時間 而是於關系絕對束間 而從再攻擊偶像崇拜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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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fond His hammer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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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いて個 Arabic 爭取上帝的心意,道成肉身,有這個教條 成為一個人,意味著他以可見的形式出現 而不停止,亦都這樣出現,不會停止成為上帝 所以基督不單止可以,而且還應該被描繪出來 那些對道成肉身的神,即是聖像,的描繪作為一種信仰的積字的人 即是神是真的,而不是看起來變成一個人 這意味著進行視覺描繪的可能性 和相信上帝,道成肉身,Logos,即是有著內在的聯繫 Logos,即是道,道與神同在 反過來,亦都這樣說,否定這些視覺描繪的可能性 亦都意味著對道成肉身教條的隱含存在否定的意思 簡單來說,即是說,既然耶穌都可以道成肉身 祂都有一個形象,我們將畫畫形象化表達 其實有什麼衝突呢?他們是這樣理解 除此之外,聖像愛好者亦都能指出 教會裏的視覺描繪是有一個悠久的傳統 就像我們所看見的,可以追溯到西元的一世紀 以及一些權威的教父 他們亦都明確或含蓄地可以捍衛了聖像 就像以下這幾位 其實很多時候,因為他們的名稱 我發覺給中文不是太大用途 給英文可能可以翻查更多資料 所以我就比英文更多 在制定神學上,更加複雜的反對聖像 的論據中,主要作用就是 你有三世的兒子 皇帝君士坦丁五世 他聲稱這些畫聖像畫和崇拜他們 是不能避免導致了教會委員會 在幾個世紀已經譴責的疑端之一 按照這種路線去證明,論證證明 由於神聖無法被描繪 聖像愛好者在繪制聖像時所做的 他們要把基督中的神聖和人聖分開 這就是聶詩託中主義的疑端 不然就是混淆他們 最終形成某種形式的一越論 即是無論你用什麼理解都好 其實都會落在另一種說法下 其實他們接不接受呢 大家拭目以待 而聖像崇拜神學家他們是這樣回應的 當一個人描繪某個人的時候 描繪的不是自然的 而是人 即是假設是一個人 因此在製作基督的聖像的時候 描繪的不是他的本性 或者是神聖 或者是人類那方面 而是耶穌基督的慧格 他們是這樣看的 他覺得他的慧格是他具有神聖和人性 存在在這個人身上 沒有分離也沒有混亂 似乎反對者也聲稱 要使出這些真實 聖像必須跟圓形具有相同的物質 因此唯一的真聖像 和圓形是不具有相同的物質 圓形是一個人 圖像是某種材料或媒介裡 對這個人的描繪 他和圓形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但和圓形是明顯不同 即作為一個圖像 對於聖像愛好者來說 對聖像的肯定 也意味著對物質世界的肯定 在反偶像論證裡 可以看到某些唯心主義傾向 使得聖像崇拜者 對於物質世界的重要性 採取了強硬的立場 這就是通過了 基督的道成肉身得到肯定 而因此在聖像繪畫的實踐裡 也得到肯定 簡單來說 說來講去 既然基督道成肉身也可以 聖像畫的存在 其實不一樣可以嗎? 這種聖像神學 在第七屆大公會議 在787年進行 被接受為東正教的立場 而理事會 接受了聖巴西爾大帝的經驗 經典表述 即是對圖像的榮譽 傳遞一個圓形 並且下令 可以在圖像面前鞠躬 而他們對於聖像 是表示尊重榮譽的意思 因為聖像面前 表現出那種尊重 並不是意味著 物質 即對一個物質的崇拜 而是對圓形 即基督的圍格的尊重 而大公會 也小心翼翼去警告 聖像不應該被崇拜 或者被敬拜 因為這樣就真是一個偶像崇拜 因為真正的崇拜 只是屬於上帝聖像的崇拜者 受到就會被開除的威脅 而這裏應該注意的是 關於聖像 或者神學的整體討論 聖像的視覺 或者美學方面 除了肯定世界的物質性 也肯定聖像的物質性 是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的 即是說 雖然它真的是一個物質 它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即是說 它不會因為你拜它多些 或者對它怎樣 而對你的生命或生活 會起一個作用 他們的意思是這裏 而聖像被討論的角度 亦都是 他們對基督教教義的重要性 他們在禮儀和教會中起了作用 他們對基督信仰的核心要素 是有影響的 如何去繪製這些聖像 使用什麼的語言風格等等 這些可能認為只是一種技術問題 至於這個聖像的美學特性是什麼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列郎尼德烏斯別斯基 即是1902至1987年的人 都比較近代 他指出的就是這樣 他說 聖像並不局限於任何特定的媒介 聖像可以作為視覺描繪 出現在木頭或在牆壁上面 用彈彩畫、馬賽克、壁畫 或其他技術去執行 他們甚至可以包括一些三維形式 即是3D形式 而對於很多外行人來說 牧師或神學家來說 聖像規範視覺的外觀 和他們在東羅馬帝國傳統中 出現的形式是有密切相關的 以及在拜占庭的聯邦藝術傳統中 受到軍事坦丁堡主導的文化、政治、經濟 或教會影響的領土有關 即是做這些事情 即是說這些不單是美學那麼簡單 其實都要受到很多的 文化、政治、經濟、教會影響力 去構成當中的美學 其中一個原因可以這樣說 一個示例裡面找到 就是一些因為美麗 而得到廣泛認可的 聖像繪畫結作 在東方帝國或聯邦領土上產生 包括拉文納第四和第五世紀的馬賽克 拜占庭晚期 以及中世紀的塞爾維亞藝術 即是他們甚至可以攜帶式的 以及一些壁畫的聖像圖示 或者是十五世紀的俄羅斯繪畫裡面 其實都是表現出他們有以上很多的複雜因素 但有或曾經存在的 聖像畫的正點想法問題 是存在於 這些聖像畫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 即使從來沒有一種風格 或是一種規定方式來描繪宗教場景 實際上 聖像繪畫有各種各樣的視覺方法 是取決於製作聖像的地理區域 製作時間和畫家的技能等等 即是不同的呈現方法 其實我們都需要注意 除此之外 聖像的視覺、語言和藝術風格的發展 並沒有在中世紀或近代早期停止 即使土耳其入侵以前 被東方帝國佔領的很多地區 對基督教啟發文化 包括聖像畫的進一步發展 造成了重大障礙 在這方面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 就是俄羅斯 那裏的聖像畫繼續蓬勃發展 即是在其他地區 已經開始因為入侵等種種原因 但俄羅斯不斷更加發展 而在17世紀 18世紀和19世紀 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奧斯曼帝國以外 東正教人口居住的其他地區 例如奧空帝國君主制度中 教堂藝術都受到西歐主導藝術風格的強力影響 例如巴羅克和諾可可或羅漫主義影響 待會我們看到 透過俄羅斯慢慢發展 再混合西方的畫風 令到他們有新的活力產生 而現代時期的西方藝術風格的改編 很多時被東正教世界的很多人 視為東正教肖像畫的某種 叫巴比倫奴帝制 去等待要被拯救 以便翻回自己真實的視覺傳統上 而上面提到的中世紀聖像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即使拉文納的六世紀聖像 和安德烏魯布尿夫使用的視覺元素之間 存在明顯的差異 這裡給大家看到 就是這兩個人的明顯差異 但這些早期描繪 將會繼續被視為構成規範風格 而其中東正教聖像 就應該繼續被描繪 你看到這兩種風格也有不同 很明顯無論是線條規劃 或是形象設計 其實已經有不同 仔細看看表達形式 而很多二十世紀的作家 對於中世紀風格和美學特性 並進行了詳盡的神學解釋和論證 而傳統的聖像繪畫視覺語言中的幾個主要元素 就被認為是聖像正確的神學功能的基礎 而傳統聖像繪畫視覺語言中的幾個元素 首先包括被解釋為能將末世論形象化的形式 第一是他們寫關於他們的教義事件 他們就會有很重的末世論表現色彩 而途中經常顯得不用合邏輯 只是想表達那種詮釋 他們也不理物理定律的形式 被認為是不僅描繪了人類和其他物體 在歷史現實中出現的時候 在世界上的外觀 而且還作為未來存在在上帝王國裡的象徵 簡單來說 他們的畫風主要是象徵意義多於現實意義 這就擺脫了我們在世界中發現的約束 即是他們嘗試在畫中突破了現世主義的牢籠等等 和這直接相關的就是在聖像中發現的特定光線和陰影效果 並且和人類如何看待這些可能性 如何呈現這些聖像畫 還有很多元素需要留意 包括逆視覺和使用黃金 即是用在背景或是金光的地方 用這些色彩 這些也可以被解釋為 象徵上帝王國的光 究竟整個繪畫是如何欣賞呢 我會用另一集和大家分享 今天來到這裡